台铁电车线又出状况了 就在中午12点多的时候 有一名司机员在行车开往狱里的途中 陆金花莲凤林站时 发现电车线松了 无法再往前开随即回报 目前正在抢修南融南平间单线双向通车 大约延误30到40分钟 4628次行进凤林站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故障 这个故障是电车线下垂的一个现象 在12点55分的时候 派出电力维修车进行抢修的工作 我们影响的车次 现在目前万荣跟南平间 以这个裁电机车来做牵引 维持单线的双向通车 每班车大约延误30到40分钟